两 三 四 刘贵如 女29岁河北人 北京物资学院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大家好 我是刘贵如 然后17年硕士毕业于 北京物资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那毕业之后呢 我自己创业 两年的时间收获了很多 我觉得用两个句话来形容我自己 就是不会化妆的运营不是好销售 脑洞不大的水平不是INFP 那我想寻求的这个职业类型 是销售 运营或者是咨询类 谢谢 刚才你说什么 不会化妆的什么不是什么 不会化妆的运营不是好销售 你会化妆 我会 然后我给很多人化过妆而且 你这化妆哪学的呀 有老师教然后也有自学吧 比如喜欢一些比如说仿妆呀这种 你的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做化妆品销售 对的 化妆品销售干了有多少年 两年的时间 就在这儿学的化妆是吧 对 是在这里面 干的怎么样啊 干的还可以 就是做这个我觉得最大成长可能不是这个业绩方面的 最大的成长应该是我个人的一些方面吧 因为以前的性格是偏内向的 比如说让我在大街上跟人讲话我会很害怕 但是现在可能比如说他们里面随便一个人 我都就是说不太会味疑吧就是 你现在很娴熟是吧 嗯 最起码比以前好很多 你找一个男的你卖一下化妆品 比如说卖我们一辈式的化妆品 我给你指定一个 好的 我看看啊 给你指定一个 打死他都不会上台的那个人 这个戴眼镜的这位 对对就别往后看就你 就这个小伙子啊 对吧 哎呀 我找错了 看走眼呢 好主动啊 好主动 立马就上台了 好 来来来 好可爱啊 帅哥 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长得好帅啊 我还行吧 你平时自己会护肤吗 我不会 我就不太在意外表这些 有女朋友吗 有 女朋友这个平时会比较在意这块吗 之前比较在意吧 但是相处久了之后 就没有太在意 就跟你在一起了 反而不在意了是吧 对 有想过为什么原因吗这是 就是熟悉了吗 熟悉了就没有在意那么多了 你看啊 这部快过8月15了 有想过送女朋友什么礼物吗 没想的 你这女生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就是化妆品啊 一些惊喜啊之类的 对吧 你们俩认识吧 不认识 我怎么我怎么挑这么准 那你看看咱们这个 预备室这边呢 最新推出了一个保湿精脆的套盒 然后女朋友带出去 不灵不灵的 你给我下去 好拍子啊 你回回你的座位 你们俩太默契了 你们俩 她是你男朋友吧 对 也许会是没准 你说什么 也许会是 你已经从最开始的羞涩变得肆无忌惮了 你现在已经啊 我再给你找一个 找女性 来 找这个女生 戴眼镜的这位女生 来来来 就你 就你 来来来 哎美女你好 我看你形象好像蛮好的 都这么说 是吧 看来我也很有眼光 英雄所见掠头 不是 你平时在护肤这块 是这个会注重的比较多吗 还可以 你平时比如说 有没有对自己皮肤不反应 或者说 有希望自己皮肤变得更好的地方 有没有 有 有啊 哪里呢 比如说 长痘痘 是可能会留一些痘印 对 包括冬天可能 我看你皮肤好像是 应该是混合偏干 冬天可能两家会干 对 那之后呢 咱们这个衣卫师呢 推出了一个补水的套盒 它呢是 可以帮助你补充水酸 其实当你水酸充足的情况下 你的水油平衡了之后 那你的痘印呢 慢慢的也会这个修复一些 那这个呢 咱们现在 好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好 你你你再上来 来来来 来 来 这位女生 你先说一下 你的感受是谁 我觉得她挺专业的 为什么你老说对对对呢 她的那个套下的那么准吗 因为女生了解女生 那你呢 我感觉就还差不多吧 不是 他刚才说 有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 他说 那 那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我有女朋友 价值观很正啊 小伙子 你有女朋友 你还老说对对对对 是配合一下吗 行 看着她还是有点本事的 谢谢你们俩 来 请休息 我觉得这个选手 何止是有点本事 其实她那个 刚开始的破冰技术很好 真的 特别是那种 善用这种夸奖的方式去破冰 就是一看就是销售的老手 对 而且她虽然很主动 但是她不会给人家 咄咄逼的那种进攻性的那种感觉 她从前面的这种 询问客户的需求 到倾听和让对方去敲单的时候 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觉得她还是一个 非常训练有数的一个人 但我就有个问题了 就是你看你是全日制硕士毕业 这个学历还是挺高的 但是你毕业之后 你在一个就是花生品公司 去做销售做了两年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会从这个学历 去做这么一个基层的岗位 第二个问题是 你在那个公司的月薪是五千家 然后你的意向企业 是我跟周伟这边 然后但是你的腰的是一万家 你中间这个 这个涨幅是从哪来的 我可能在以前也没有意识到 说销售会怎么样 那会只是觉得 这个职业能够长期发展 因为它是你自己给自己干嘛 所以觉得这个 因为女性要面临生孩子呀 比如说这个结婚 可能有时候你的这个职业 是有天花板的 那会是这么想的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在那底薪五千 好 我们这来 我在那没有 在那没有底薪 就你写的五千是什么意思 五千就是一个平均的 平均五千 平什么到我们这底薪要一万 因为老板们有钱 我们人傻钱多是吗 你那句话是开玩笑 开玩笑 那真实情况是 为什么你要我们这儿要一万呢 那个10K家 并不是说是一个底薪 它是一个综合的薪资也是 但我们问的是 底薪你要多少钱 六千 还是有点高啊 但我以前是自己给自己做 那我可能比如说 我的时间上都自己安排 我可以理解 你那份工作是因为没有底薪 是自己给自己干 但你做销售做了这么些年 你不知道卖化妆品 其他公司的销售底薪 大概多少吗 我没有找化妆品行业的 我找到其他的销售 以他的学历和他的年龄呢 这个底薪六千块钱 没有问题 但前提是 继续做你曾经做过的工作 你身上的优点在于 你不油 我认识很多 做美容顾问的人 特别死缠烂打 你没有 我觉得他是蛮好的 我想就着刘佳的这个观点 我想问一句 我刚才一直有个疑惑 一直想问 你讲 因为你看你一二年工作 现在一九年 七年的时间 一个硕士 然后做到的最高平均月收入 才五千块钱 所以其实我刚才一直没有想到 我想你自己能做一个中间吗 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所以那会儿在面临很多的决斗的时候 可能是就是比较随性吧 我想跟各位老板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给一个选手薪水的时候 我们一个是看他以往的薪水 但更关键的是看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其实的话 我们看到他在至少在顾问销售这一块 他把这一块做的是非常的通透 所以我觉得六千块钱 这个价值的话应该还是有的 其实你在场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你为什么不选贺东东那一家呢 因为你做过化妆品啊 他没到选的呀 不是不是 他的目标企业是抛弃了他曾经做过的化妆品行业 而选择两个他从来没有做过的 我本身喜欢学习新鲜的东西 我想换一个行业 去这个学更多的东西 来 第一轮选择薛货瘤 还有六盏灯 天生活有才 来 我们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你听过管理者说过的最无耻的一句话是什么 最无耻的一句话 不是 他没上过班 他没在公司待过 他没有管理者 对你听到过的最无耻的一句话 不一定是你的上司 想不到 他答案竟然是不知道 就没有 他的这个回答就显示出来 他的职场经历是空白的 没有任何职场经验 你没有回答只能说明两个事情 第一 你不关注 第二 你今天听过 你可能也不能够很好的应认在你的职场当中来 我听过的一句最无耻的话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因为我是你的领导 所以我挣钱就一定要比你多 还好 我觉得不是很无耻 吴老师说一个 我想听你说 今天最无耻的 对 如果你要是跟我好 我就升你的职 哎呀 吴老师谁对你说过这句话呀 这是电视剧里的一句台词 桂主 我还是想问 你真的没听过吗 哪怕你看电视剧里面 我书本里面都没听过这样的话吗 可能应该是没有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是缺少这个职场人的经验 包括是说他听到这样的一些话术的时候 其实对于他来讲 他是一个无害的 他没有自己去感受到 可能是我对于可耻的这个标准的 我觉得是容忍度比较高 就像他们中间取得一些 觉得这个职场人会做的一些可耻的事 在我看来并不可耻 你今天是面试的第一岗位还是销售 但是不太想做化妆品销售 是还是不是 是 除了销售之外 别的岗位考虑吗 考虑 什么岗位 比如 运营或咨询类的 什么叫咨询类 就是有那种比如说 做咨询 然后会去做一些调研这种 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回来 这就尴尬了 哇 这个有趣啊 直接进入谈情不上感情 好 职位 薪酬 法国孟权提供的岗位是销售岗 基础销售岗 比兴是四千五 地点 工作地点在北京可以提供住宿 谢谢 好 你对这个薪酬还满意吗 要谈吗 不谈了 有问题要问吗 你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孟权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嗯 谢谢 再见 其实我觉得 在如今很多女生不太愿意做这种看似又累 又低端的销售的这种工作的情况下 一个女生愿意做销售 这本身是一种生活的踏实 只是欠缺一点规划 你 对 年纪不小了 好好规划一下 谢谢 谢谢 再见 谢谢 我本来就是想跳入这个行业 因为法国孟权毕竟还是荒赏品行业 所以呢 这个没有选择 接下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 看看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嗯 然后选择一个公司 踏踏实实干下去